大家好,我是泰鲁閣國家公園解說員林茂耀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綠水步道 綠水步道是一條兼具有自然生態以及人文特色的一條步道 全長只有兩公里,花一小時的時間就可以走完全程 而且路面平緩,老少皆宜 現在就讓我帶領大家一起走一趟綠水步道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條步道是綠水步道 綠水步道是河灣越嶺道的一部分 修建河灣越嶺道最早是在1914年的時候 日軍為了攻打泰鲁閣族的原住民 發動泰鲁閣戰役 在戰役結束之後,為了治理原住民修建成一條李帆道路 一直到1935年,再將李帆道路整建為適合践行的河灣越嶺道 直到民國75年泰鲁閣國家公園成立之後呢 在擷取部分的河灣越嶺道整建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綠水步道 在我身後,這座是日本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吊鈺碑 這座吊鈺碑是見證從1916年到1922年 四位日本警察在附近殉職的一段歷史的故事 在整個河灣越嶺道上有非常多像這樣的紀念碑 這是其中保留比較好的一座 這是臺灣原生種的植物青缸粒 在我們綠水步道沿線都可以輕易看到它 每當它果實成熟的時候呢 就會吸引非常多的松鼠來祕食 它的果實呢,同時也是臺灣黑熊非常喜歡吃的食物之一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非常特別的植物 它是以太乳格命名的,就是太乳格粒 太乳格粒是臺灣的特有種植物 而且也是稀有的植物 它只分布在臺灣的東部 由於它適應石灰岩的環境 因此在太乳格峡谷這個區域有廣泛的分布 在綠水步道上,我們也經常可以看得到它出現在這裡 在綠水步道的岩壁上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種蕨類植物 它叫萬年松 萬年松對於乾旱的適應能力非常的強 當下雨的時候,它會吸飽了水 而且葉片會舒展開來,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遇到乾旱的時候 它的葉片則會捲曲成一球 以減少水分的蒸發 在綠水步道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 立物溪谷以及綠水河街 綠水河街的形成主要是因為 立物溪持續的向下切割 以及不斷的堆積所慢慢形成的 在泰魯閣峽谷當中,可以形成這麼平坦的河街地 當然也成為後來泰魯閣族人生活的空間 泰魯閣國家公園綠水步道 除了有豐富的自然生態以及歷史遺跡之外 在綠水台地這個地方,也有一座以地質地形為展示主題的綠水展示館 歡迎您前來造訪 中文字幕 師父